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喜剧片 鬼打鬼之黄金闹事 影片开场 英叔正在教几个徒弟捉鬼的方法 英叔这个人比较实在 既然收了徒弟们的学费 那就必须拿出点干货 可无奈这帮徒弟是烂泥服不上墙 王八进鸡卷 既笨蛋残阳又慢 路由器连帮上电 智商全都不在线 二徒弟说师傅 您这科目一听的我们是一脸的蒙蔽 您不如干脆带我们去见见真鬼 也让我们开个眼界 大徒弟眼镜哥是一马屁鹰 平时英叔放个屁 他都在琢磨一下 其中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含义 不过这孙子是洋奉英伟 向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表面上马屁拍得真天祥 贝蒂这把英叔骂的是一文不值 其他徒弟早就看不惯了 当着英叔的面撕下了眼镜哥虚伪的面具 英叔说 这孙子的话我向来都当时在放屁 既然你们都想活见鬼 那今儿晚上我就带你们去 到了晚上 英叔带着五个徒弟来到了一破楼附近 英叔说你们走完三十七五万 闯进死门就能看见鬼了 英叔这五个宝贝徒弟 不仅脑子不好使 而且还胆小如鼠 拿了英叔的钱 提前半鬼埋伏在这的这位大哥 演技实在不怎么样 刚一上台就穿帮了 为了维持平时的开销 英叔除了修道练功 还兼职给别人看家 转过摊 房产经纪人沈经理给英叔介绍了一活 沈经理说 这套别墅的主人移民了 现在由我们代管出售 估计这一两年也卖不出去 你可以免费在这里住 顺便帮我们看着房子 传说这房子闹不一样 不过我从来又进了一套 你先随便看看 我去撒泡尿 沈经理来到卫生间 刚准备叙叙 突然从马桶里伸出一只手 差点把沈经理给淹死 英叔说 大哥你撒泡尿还能偷吃嘴 可真是活见鬼了 沈经理把钥匙交给英叔 说这里可是风水宝地 你就踏踏实实的住 英叔回到家 房东鸡贼哥 笑里藏刀都出现了 由于英叔还是交不起房租 鸡贼哥把藏的刀给拔了出来 在正式搬到别墅前 为了防止鬼出来闹事 英叔提前在别墅里 设置了很多正轨的法器 这个别墅里确实住着两个鬼 一男一女 而且还是夫妻 从装扮上来看 应该是清朝时期的死鬼 丈夫暴躁哥的脾气不好 而且还大男子主义 对老婆阿娟是非打击骂 俩鬼正在楼上闲聊呢 暴躁哥突然闻到了人味 下楼一看 发现英叔正在睡觉 这下可把暴躁哥给气坏 暴躁哥说你过去吓 阿娟说怎么吓 暴躁哥说你是鬼啊 吓我人都不会吗 这和阿娟还真不知道 怎么吓我人 这暴躁哥是个急脾气 把阿娟滑了到一边 就打算亲了上去 可他哪知道英叔的厉害 几招过后 就被英叔揍得是鼻青脸 打不过英叔 这暴躁哥就拿阿娟出去 两人在楼上这么一折腾 把楼下正睡觉的英叔搅回去了 英叔来到楼上进屋一看 暴躁哥居然打女人 上去又把暴躁哥给揍了一顿 英叔说你赶快给我滚蛋 再也不要在我的眼前出现 眼瞅着暴躁哥离去 阿娟还真有点舍不得 阿娟说驾汉驾汉穿一吃饭 他在那一走我可怎么办 英叔说这孙子就是一王八蛋啊 以后你的吃喝辣子碎我全爆了 阿娟说那感情好 转过天 英叔的五个徒弟搬进了别墅 而与此同时 外国黑帮成员铁锤和栓柱 也开车来到了别墅的门口 原来他们得到情报 在别墅的院子里 埋着一大笔黄金 得知英叔的徒弟来了 阿娟就想过去看看都长什么样 很快阿娟就跟这些人打成了一片 四个单身狗看阿娟长得花容月貌 一个个都主动的做了自我介绍 英叔说你们都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阿娟不仅已经嫁人 而且还是一股婚野鬼 几个人正聊着呢 暴躁哥带着一帮鬼兄弟 过来找英叔报仇了 接下来是一场人鬼大战 英叔这个捉鬼小能手的车谎 那是不是白叫 很快就把暴躁哥做的冒号 五个徒弟虽然都是饭头 但暴躁哥请来了这几位饭量也不行 在英叔的统一指挥下 徒弟们把这几个小伙全都要好 阿娟一看机会来了 上去把暴躁哥给胖揍了一顿 然后把修夫状 也就是现在的离婚协议 扔到了暴躁哥的面前 此时的暴躁哥再也不暴躁 摁完手印 夹着尾巴挥溜溜的走了 为了让徒弟们多一些实战的经验 英叔利用阿娟是真鬼的有力桃剑 开始了演习 不过阿娟这种鬼实在是人畜无害 没啥超能力吧 而且还狠不起来 最后被几个徒弟揍得是鼻青眼中 中午英叔等人吃饭的时候 毁装成教会神职人员的铁锥和栓柱 过来租房子 正缺钱的英叔经不起诱惑 把楼上的一个房间租给了铁锥和栓柱 几个徒弟带着阿娟出去玩 被英叔给拦住了 英叔说这样出去 阿娟很容易昏飞泼散嗝的屁 我给他下一道闭光咒 这样就没事 几个人刚走到门口 暴躁哥突然舔着脸请求阿娟的原谅 被阿娟一脚给踹飞了 在清朝时期就领核和那阿娟 来到街上之后 看什么都是新鲜 哎呀 我发现这女人不分哪个朝代 对漂亮姨父都有一种狂热的爱 房子租下来之后 拴住负责去稳住英叔 铁锤则拿着仪器去院子里找黄金 很快铁锤就找到了黄金的具体位置 阿娟脱去长袍马罐 换上了时尚的超短裤 整个人看上去比之前性感多了 正在路边捡垃圾的暴躁哥 刚想过去套近乎 阿娟一抬脚 当时就把这孙女子吓跑 一帮人回到家 发现英叔躺在地板上是不省人事 阿娟往楼下一看 发现铁锤和栓柱正在热火朝天的袍地 眼镜哥带着师弟师妹来到楼下 眼镜哥说我们在这早就剥下了种子 可现如今全被你们给破坏 也不要多 你们就赔我们一万块 师弟师妹们一看可不干了 扑过去就跟铁锤和栓柱玩命 饭桶就是饭桶 这次被铁锤和栓柱揍的是 稀里哗啦满地倒影 阿娟利用超能力 把英叔体验的酒精全给吸了出 醒来之后的英叔一看 徒弟被揍了那能干吗 上去就跟铁锤和栓柱掐了嘴 要说英叔是真不含糊 左右开工 很快就把铁锤和栓柱揍了 铁锤掏出枪说 谁再敢动一动我就要喝了命 吸了英叔酒气的阿娟 一套醉八千 就把铁锤和栓柱给揍蒙拳了 而且还表演了空手抓子弹的绝活 铁锤和栓柱一看是不敢练练的 急忙虚晃也照撒得掉了 一帮人看着铁锤和栓柱挖的树洞 觉得这里边一定有毛巾 英叔说阿娟呢 用你的超能力钻进去看 阿娟钻进去看了一眼 马上就变成了黄金点 为了清除阿娟这个障碍 铁锤和栓柱请法师鸡贼叔帮忙 鸡贼叔带着铁锤和栓柱来到英叔家门口 刚好跟暴躁哥撞起 这二位一聊啊 发现他们俩居然臭似相同 暴躁哥把阿娟的生辰八字给了鸡贼叔 然后鸡贼叔就开始发工了 打算收了阿娟的魂魄 眼瞅着阿娟就要魂飞波弹了 英叔竟忙开谈做法跟鸡贼叔对抗 阿娟受伤之后 铁锤和栓柱卸磨杀驴 首先把鸡贼叔给干掉 然后趁着热火劲来到了英叔家 为了对付铁锤和栓柱 英叔摆下了诸葛孔明的八战图 这个战法就像个大迷宫啊 自要是一进去 东西南北当时就分不清 铁锤和栓柱哪见过这个 虽然都端着冲锋枪 可找不到人是干着急没办法 趁着这个机会 英叔用法力把阿娟给治愈了 眼瞅着英叔和徒弟们 要被铁锤和栓柱残忍的杀害 阿娟再次出手 利用超能力把铁锤和栓柱 当皮球踢了出去 影片的最后 挖到黄金的英叔和徒弟们 鸟箱换跑 掏钱把别墅买了下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呀 英叔虽走很多年 但却恍若在眼前 经典何时能再有 恐怕此时不难选